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爷爷因为得了肾结石 平时总是感到要补疼痛难忍 总是一个人待在屋里 家里人看了也是焦急无奈的四处打听医院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不错的医院 联系好人后爷爷又不肯去了 说是年纪大了不想再做手术 这一下可给家里人愁坏了 记得团团转 跟爷爷又是红又是劝的 但是爷爷丝毫不理睬 就过年时一直出差在外地的表哥 突然从那里带回来一个偏方 说那里的人用的效果特别好 让爷爷也试试 爷爷一听就乐了起来 不用做手术还能把病治好 就按这偏方吃了一个月 结果药效明显 一个月后爷爷的腰就不疼了 那这个偏方是什么呢 在说之前我们要先弄明白 肾结石究竟是什么 结石究竟是什么 结石至今原因不明 现在医学认为 结石主要由于体内的晶体物质钙 草酸等异常基聚有关 其中草酸钙结石最常见 体内的结石是由无基盐或有机物组成 结石有个基础核心 体内的寄生虫卵 微生物团坏 上皮细胞脱落等和无基盐或有机物 层层沉积在核心之上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结石 结石的核心就好像地基 其他的物质就好比地基上的砖块 这是西医对结石的大致解释 那如何去除结石 中医认为结石的根源是 肾虚而膀胱有湿热 中医将结石归为食灵 腰痛等范畴 中医认为 肾虚气化不力 湿热运结于下胶 煎熬今夜 日久即成沙石 我们想一想 一锅汤一直烧 最后水蒸发的越来越少 最后只剩下汤底的固体 继续烧就焦了 一团粘在一起 洗锅都不好洗 若沙石阻碍水稻 则出现腰腹脚痛 小便断断续续 很细 甚至血鸟 中药里面有三味中药 名字很特殊 都带有金字 这个金古代是指金属 金属很硬 泛指坚硬的东西 这三味药就是金钱草 鸡内精 海金沙 而爷爷就是吃 鸡精上的鸡内精 将身上的结石消掉的 中医怎么消食 鸡内精是鸡的脾胃 鸡常常着实石头 沙粒等杂物 能够安然无恙 因此有磁石 铜铁 皆能消化的说法 所以结石当然也不在话下 金钱草又名 大金钱草 是爆春花科植物 过露黄的新鲜 或干燥全草 南方十分常见 胃肝性凉 乳肝 胆 肾 膳 膀胱筋 而我们的结石 也常常出现在 以上几个部位 能够清热解毒 尤其善 清下胶湿热 膀胱湿热 则气化不利 出现排尿困难 金钱草 能够清热 而利尿通灵 用于热灵 湿热 黄胆特别是因湿热导致的肝胆及泌尿细结石 同时 它还能散于消肿 用于肾炎水肿 跌打损伤 外置 窗毒臃肿 毒蛇咬伤 首先 海金沙可不是沙子 它是海金沙科植物 海金沙的干燥成熟包子 秋季 包子未脱落时 采割藤叶 晒干 搓揉或打下包子 除去藤叶 因外形似细沙 顾名 海金沙 干 咸 寒 归膀胱 小肠筋 能够清热地湿 用于各种灵阵 结石主要是热解膀胱筋 海金沙就擅长清热 配合肌内筋与金浅草 对结石有效 纵结 金浅草排石 肌内筋化石 海金沙清热 三药合用 用于湿热运结所致的结石 在这当中 肌内筋是可以用来做饭的 它价格低廉 效果明显 是中医一种物美价廉的药材 我们着重说明肌内筋 筋有两个胃 一个前尾一个砂囊 砂囊就是鸡砖 鸡没有牙齿 所以要是石子和砂子吃下去 存在鸡砖里 所以叫砂囊 吃下去的食物到了砂囊 通过肌内筋和砂石的摩擦 就把整个食物摩得很细 肌内筋胃肝性贫 龟皮胃小肠膀胱筋 具有健胃消食 化肌排食 色精止疑等功效 据现代药理研究认为 肌内筋主要含有胃激素 肋脚蛋白 氨基酸等成分 有增加胃液分泌量和胃肠消化能力 加快胃的排空速率等作用 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从古代开始 就以作为药用材料 是一种常用的中药 鸭和鹅虽然也有内筋 但效果没肌内筋好 肌内筋能消化硬的食物 所以它调制基石有特效 民间常用它来调制基石机制 小而干肌 肌内筋还有更大的作用 化结石 肌内筋连石头都能磨 所以它化结石功效特强 像胆结石 肾结石 膀胃结石的病人 常吃肌内筋非常好 中医治疗胆结石 更少不了肌内筋这位药 肌内筋对调理胆囊炎也有帮助 肌内筋是通过调干健脾 来改善胆的功能 它既能去干的湿度 又能消脾胃的淤积 对预防调理胆的问题很有帮助 患有胆囊炎的人 肝胆有湿热 常吃肌内筋帮助去除湿热 说到胆结石 要提醒大家 早上再忙也要吃早餐 否则容易得胆结石 夜里人不需要消化 我们的胆汁存在胆囊里 经过一晚上储存 就等着早上用呢 可是你不吃早饭 胆汁就用不到 这样胆汁在胆里 储存时间长了 就浓缩了 最后变成结石了 此外 肌内筋还擅长软化坚硬的东西 它对人体一切硬块 有软化的作用 比如乳腺增生 肿块和肝硬化等 那肌内筋怎么吃呢 一 把肌内筋备干碾碎 熬粥的时候放入一些 碾碎的肌内筋一起煮着吃 现在家里都有豆浆鸡 在做五股杂粮粥的时候 顺便抓一把 放在里面就行 二 肌内筋还可以蒸鸡蛋吃 准备好原材料 打入鸡蛋加入适量盐 一小匙肌内筋 搅拌均匀加入凉白开 搅拌均匀 过滤去掉泡沫 盖上盖子 放入锅里蒸 约18分钟左右 快出锅的时候放入枸杞 肌内筋蒸鸡蛋需要素材 鸡蛋两个 肌内筋一勺 米汤枸杞 盐适量 这道菜一家人都可以吃 小孩吃肌内筋蒸鸡蛋 不仅帮助消化 还不容易尿床 男性常吃可以预防脂肪肝 女性常吃可以调筋通筋 老人常吃肌内筋 对白内脏很有帮助 二 也可以去适量肌内筋和山楂 熬成糖水 可增进食欲 有健脾开胃 消食导致的作用 也是和一家大小 作为保健饮品食用 可促进胃液分泌 增加胃内酵素分泌 食味蠕动增强 既可增进食欲 又有降脂降压的作用 肌内筋的价格 平易近人 记得小时候 市场的肌内筋五分钱一个 过了这么多年 通货膨胀数十多倍吧 店内的肌内筋 一元就能买到十克 市场更便宜 三十元钱 要买到好一大包 要注意一下 肌内筋也不是 适合所有人食用 比如胃酸过多的人 就不适宜食用 肾结食患者 应控制 纳盐摄入 不宜进食过前的食物 如咸菜 腌制食品等 以免增加尿钙 导致症状加重 以及禁止久坐不动 久坐 久卧 喝水少 等均不利于 节食排出 最后 肾结食是一种 让人很痛苦的病症 做手术 也对人的身体 有着一定负担 如果家里有老人 请及时询问 医生怎么做 如果 病情允许 不做手术 把病治好 是对老人 极大的爱护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 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 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